当地时间5月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马里尼剧院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 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 两国元首同中法企业家代表合影 随后共同步入剧院旅行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题为 既往开来 携手开创 中法合作新时代的重要致辞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 60年在中国传统立法中 是一个甲子的轮回 寓意着成前起后既往开来 60年来 中法是真诚的朋友 两国秉持独立自主 相互理解 高瞻远瞩 互利共赢的建交精神 成为不同文明 不同制度 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 相互成就 共同前进的典范 60年来 中法是共赢的伙伴 中国已经成为法国在欧盟外的 第一大贸易伙伴 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强大共生关系 习近平强调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 法国是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 中法两国没有地缘政治矛盾 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有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共鸣 有着灿烂文化的彼此吸引 更有着利益广泛的务实合作 没有理由不发展好双边关系 站在人类发展新的十字路口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的风云际会 中方愿同法方密切全方位交流合作 推动中法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取得更大成绩 面向未来 我们愿同法方一道 充实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经贸内涵 中方始终视法国为优先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致力于拓展双边经贸关系的广度和深度 开辟新领域 创造新模式 培育新增长点 中方愿继续积极利用 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 全链调快速协同机制 让奶酪 火腿 葡萄酒等更多法国优质农产品 出现在中国老百姓餐桌上 中方决定将对法国等12国公民 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 延长至2025年年底 面向未来 我们愿和法方共同推动中欧互利合作 中欧是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 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 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 双方要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确定位 不断增强政治互信 共同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 意识形态化 泛安全化 期待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对话增进理解 以合作化解分歧 以互信消除风险 将中欧打造成为彼此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 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 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可信伙伴 中方将自主扩大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 进一步开放市场 为包括法国和欧洲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 创造更多市场机遇 面向未来 我们愿同法方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当今世界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 治理赤字 有增无减 中法同为独立自主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理应担负责任和使命 以中法关系稳定性 应对世界不确定性 加强在联合国的协调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习近平强调 当前中国正以高水平开放 促进深层次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这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 欢迎法国企业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习近平指出 再过两个多月 法国将迎来盛大的巴黎奥运会 奥运会是团结和友谊的象征 是文明互建的结晶 让我们坚守建交初心 更续传统友谊 建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格言 携手开创中法合作新时代 共同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中华两国政府企业等世界代表约200多人参加并务市 记得关注哦